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2加2会谈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安全保障问题的双边会谈机制 其正式名称为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 此次美日2加2会谈是自2013年以来时隔7年半再度在日本举行 当天 美日双方在会谈中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 并在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 日方表示决心提高自身防卫能力 美国强调致力保卫日本 双方还将在网络 太空等新领域开展合作 声明还提及希望冲绳县 明湖市 边野谷基地建设尽快完工 以及日美将展开2022财年以后 驻日美军军费 分摊费用谈判等内容 美国总统乔拜登此次决定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矮德·奥斯丁首次海外访问 而不是在华盛顿接待日本官员 这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 日本认为 与美国结盟是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这次访问是拜登总统希望以外交带头的一个范例 当天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布林肯和奥斯丁 两位美国官员15日相继到访日本 17日结束访日行程后将访问韩国 去年 当新冠病毒席卷美国时 与癌症相关的筛查和治疗工作被迫停止 如今 一些研究小组已经找到了 可以重新进行检测的创新方法 乳腺癌的筛选每年都可以挽救无数女性的生命 但是当去年新冠病毒疫情到来时 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数种癌症检测工作被暂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美国癌症学会前首席医学官奥蒂斯·布劳利博士说 国家癌症研究所去年夏天发布了一个预测 受到清冠病毒疫情影响 从2020年3月 4月和6月医疗保健服务关闭 到2030年中期年间 乳腺癌死亡人数和大肠癌死亡人数将分别增加1万例 西西纳提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当6月重新开始CT检查来检查肺癌时 有29%的患者患有可疑的结解 而且几年仅为8% 多项研究表明 去年被诊断出的癌症较少 可能是因为筛选较少 大约75个癌症组织最近正在敦促 尽快恢复疫情前的筛查水平 布劳利博士说 及时发现和采取适当治疗是挽救生命的关键 一年中大约有4万5千名妇女死于乳腺癌 如果这些妇女能够接受常规的筛查 那么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人数约为10% 如果妇女在诊断后得到适当的护理 可以避免的死亡病例约为20%至25% 位于费城的烟灰墓教堂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测试方法 他们将一个用于收集粪便样本的小工具包 分发给人们以筛查结肠癌 研究表明 这些检测粪便中的血液有助于挽救生命 48岁的费城女子斯塔西西尔 刚刚失去了她的工作和健康保险 她的结肠剑检查 显示出了她癌变之前的种种相关迹象 医生还帮助她报名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 教会希望在今年春天的血压和糖尿病筛查活动中 再次提供家庭测试 从3月到6月 癌症筛查的比例急需下降 但发现癌症的比例却比平常高 这表明进行筛查的人处于较高的风险中 当筛查从6月到9月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时 潜在的遗漏癌症的数量低于预期 上周末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通过最新的总额高达 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缓解救济法案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针对该法案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这个被总统拜登称为美国救援计划的法案 旨在以改善一年以来因新冠疫情 所造成许多行业关闭 不能营业经济受损的情形 法案包括将给民众发放新一轮的刺激支票 增加失业救济金 并用1250亿帮助重新开启学校 3500亿拨款给地方及州政府 以及2500亿美元用于支援疫苗接种 在研讨会上 专家指出 现阶段的联邦纾困救济款 对各州政府非常重要 这将确保政府能有足够的资金 以支持一线抗疫人员 同时嘉宾也指出 本次的美国救援计划 对于降低少数族裔 以及儿童的贫困率有重大影响 新的纾困法案也能更好地汇集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莫德纳公司宣布 已经开始研发针对儿童的新冠疫苗 主要研究测试对象是12岁以下的儿童 其中包括最小的6个月婴儿 试验将在美国和加拿大征集 6750名孩子接受疫苗测试 在此之前 莫德纳也已经开始测试 12到17岁的人群接种的疫苗 但并没有公布试验结果 此次开始的新测试 比此前针对成人和青少年的测试 更加复杂和困难 因为科学家需要确定如何调整剂量 美国河南省留学生协会和美国陕西留学生协会 在洛杉矶成立 刘特任河南协会首届主席 杜方达出任陕西协会首届主席 洛杉矶郡长八格助理吴中国 圣盖博士副市长廖清可 圣盖博士议员丁延玉等出席成立一事 美国河南留学生协会主席 刘特、美国陕西留学生协会主席 杜方达至此表示 留学生平台将集结更多来自河南和陕西 及中国西部地区的优秀留学生 真为留学生服务 让他们在美国拥有归属感 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 留学生协会与easyfun留学生平台 组成筹委会 希望借助留学生平台 使协会发展越来越好 给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与帮助 洛杉矶郡长八格助理吴中国 圣盖博士副市长廖清和 圣盖博士议员丁延玉 核桃市市议员武力轮的代表郑子庭 easyfun留学生平台董事长李树堂致辞 并为两位会长和副会长颁发贺壮 McDonald Filial Fish周五特价回归 让我们满心期待周五的到来 Fileal Fish外催内软 香浓扑鼻 活动期间只要两块钱一份 现实优惠 价格与参与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acitynews.com 我是小洛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 我们下期再见